女人最窩心 我是庞爱兰 今天我想说的窩心故事 是关于我先生的姐姐 其实从小到大 我都很想有个姐姐 但我家里以女儿来说 我是最大的 真的不知为何 她姐姐其实对我是特别好 她经常很关心我 不同的挫折的时候 或者我有不同的困难的时候 第一时间出现 是去解决我的问题 她很多时候 好像当我是妹妹一样 她经常去买衣服买东西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会想起我 那为什么我觉得是很窩心呢 其实在年纪两年来 我们都想装修自己的家 那你想想装修其实很多东西要照顾 但是我也忙了 我丈夫也是很忙的 我儿子已经不在香港了 早两天我收了一电话 就是她打来的 她就说 咦 你是否想装修啊 不如我回来香港 大概一两个月 和你去选择东西和设计啊 哇 这个电话真的令到我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住在我们现在的家里 都有十几年了 很想装修 但是完全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 她可以放下自己的家 然后回来香港 愿意为我们装修的事 是去奔波 所以我觉得第一 这个姐姐真的非常好 令到我好开心 第二就是 她的眼光非常好 她能够帮助我 在装修方面 和精进 都可以令到我好放心 多谢你胡威娜